就是所谓的修办 所谓的去修行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 庇佑到我们的父母亲 庇佑到我们的后代子孙的 那在当时人家可能会觉得 你很怪 可是真正到最后的 印证的那一刹那才会觉得 哇原来这一条路 修办这条路是真实的 就像寒香子一样 他到最后修行成道了 他反而回来 报这个大恩来度这个寒玉 也让这个寒玉名列先班 所以这哪是一种不孝顺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大的孝顺呢 所以人家说的 你看寒香子有进到人道 有进到人道之后呢 竟然就能够怎么达天道 能够广度有缘众生 甚至能多他自己的叔叔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 第21章所说的 人人都可孝父母的 第21之一 天道必须有人道来修起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第21章 人人都可孝父母的21之二 好21之二就是 孝乃道德根本 行孝知恩报本 好再一次哦 21之二 孝乃道德根本 行孝知恩报本 好这再告诉我们说 孝顺是道德伦理典范的根本 而且呢实践孝道是 知恩图报 饮水师缘的展现 哦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说 凡逊的德目 孝顺德目 包括在这个 八德当中的德目当中 孝是排在第一位 对不对 如果是能够把孝 这个最基本的根本做好 那其他的德目 我们势必也能够去 寒挂在里面 也一定能够做到 事事俱全 对不对 好那孙孙你看 这个有一个叫林坤毅的 林坤毅的这个孩子呢 他当时呢 他只有18岁 在他18岁的时候 他就必须忙着照顾母亲 以及忙着要帮爸爸 来支撑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 其实人家说有苦难的孩子 才会有成长哦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句话 但在现在的你们可能感受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得太幸福了 对不对 我们真的过得太幸福了 要吃有东西可以吃 要钱爸妈会给我们 对不对 要买玩具 要买新衣服 爸妈都会给我们 而且呢爸妈都有一份很 就是一份工作 两个人都很生理健康 其实就是最幸福的 那像这个林坤毅哥哥呢 他呀 那时候他18岁 那他在18岁的时候 他妈妈呢 就得了这个淋巴性癌 所以呢 他就变成说 他的血液也要顾 同时也要照顾妈妈 甚至这个淋巴性癌啊 因为他开刀嘛 所以妈妈那时候呢 就很痛苦很痛苦 那林坤毅呢 他也觉得 怎么办 我没办法帮助妈妈 他唯一能做 就是让妈妈开心 那他呢 就尽量做很多事情 可以让妈妈 无后顾之忧 所以他又要忙着照顾妈妈 又要照顾弟弟妹妹 又要煮饭菜给这个 弟弟妹妹吃 给妈妈吃 然后呢 甚至爸爸一个人 妈妈过来 他的生意的时候 他也要过去帮忙他爸爸 所以这个林坤毅呢 在妈妈生病的这个当中呢 他认为说 他一定要孝顺父母亲 因为父母亲从小到大 养育生育我们 如此的辛苦 所以呢 他不持心脑 不管再怎么样累 他都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撑下去 所以在妈妈这个生命 然后开刀的过程当中 因为开刀不能讲话 所以呢 他就跟妈妈呢 用子笔来聊天 聊什么 聊家庭 聊学校 聊很多很多很多 尽量让妈妈把这个心情给 就是让妈妈心情能够开阔 不要胡思乱想 那一方面呢 因为爸爸的这个 做大理石的这个工作 那刚好那时候爸爸 做大理石的工作的这个伙伴呢 另外一个伙伴 因为搬运大理石 就不小心受伤了 哇 结果让爸爸一个人呢 就整个扛起这样的一个 这么这个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那林坤一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心疼啊 他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帮助我的爸爸 不然我爸爸这样太辛苦了 那于是呢这个林坤一就下定决心说 好 我呢就去帮爸爸这个做这个苦工打工这样子 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大理石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但是 做了一两次之后呢 这个林坤一想说 哎呀怎么办 快撑不下去了 因为真的很累啊 然后真的是他能力手不及这样子 可是呢只要一想到说 哎呀不行 我这么辛苦 但是爸爸相对 我若我不是 若我没有去帮助爸爸 爸爸一定会更辛苦 所以他就撑着 他想说再怎么样撑 为了爸爸我也要撑下去 所以他就这样子 哇很多 多头马车啊 你看又要照顾妈妈 又要照顾家庭 又要照顾兄弟姐妹 又要照顾自己的课业 然后呢又要跟着爸爸一起工作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都一个人承担下来 他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么勇敢的承担这些事情 有一句话他讲得非常好 他说呢 他笑 他觉得笑顺不是在 不是在言语上的笑顺 而是身体力行的去笑顺父母亲 重点来了 他说呢 他非常喜欢笑经上面的一句话 他说笑经上面有些是写着说 父息生我母息举我 扶我续我长我育我 故我父我出入父我 欲报之恩 好天往即 哇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你看 父母亲生我们养我们育我们 是如此的辛苦 但是他们一点一句的怨言都没有 不管是什么好的 通通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是我们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一个觉得有好处的东西 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也是我们 所以父母亲这么样的一个爱我们 这么样的一个扶养我们 然后这么的关心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怎么能够去不去报答他们呢 所以这个林坤毅就在在的 每当他身体很累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自己 不行我要撑下去 因为我我若没有撑下去 我就没有办法帮助爸爸妈妈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个林坤毅呢 他尽管很辛苦 但是他还是把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 因为他觉得他有这样的责任 同时哦 不要看他这么忙哦 这个林坤毅哥哥呢 他在学校功课也是一级棒的 他呢 他认为平常很忙 他没时间看书 但是他认为只要在课堂上 很专心听老师讲课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这个考试 考得很好这样的一个境界 虽然每次上课都很认真听课 然后很认真的听讲 果不其然 他这么忙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到最后还是考上这个大学 而且还完成他的学业 而且还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所以你看 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啊 他的成长过程一定是比别人更快 但虽然辛苦 但是一定比别人更快 所以人家说 苦难中的孩子特别容易成长 那当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特别让自己很苦难 不是哦 而是说我们要很深刻的去了解 而且能够很深刻的去体会 父母亲养育我们 生育我们 然后呢 以及关心我们 爱我们的那种心 我们要知恩徒报 所以这个就是二十二之二 二十一之二所说的 孝乃道德根本 行孝知恩报本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第二十一章的 人人都可孝父母的二十一之三 好 也要蔡老师念一次 各位同学跟着老师念一次哦 人人敬亲爱亲顺父母 尽力做到孝亲心 好 再一次哦 二十一之三 人人敬亲爱亲顺父母 尽力做到孝亲心 这句话意思在告诉我们说 无人子女的应该懂得去尊敬父母亲 同时要用非常非常深刻的爱 去爱我们的父母亲 然后呢 而且呢 对父母亲所说的话 我们应该要常常听话 听父母亲的话 去让父母亲开心 当然这是前提之下是正确的 正确的事情 当然父母亲 假如有些父母亲叫我们说 那个东西哦 妈妈很喜欢你去偷给妈妈一下 这样子 你要顺妈妈的心吗 当然不可以哦 这是不对的 所以顺亲呢 是顺对的事情 这叫顺亲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能够尽量做到孝敬父母亲的心 这就是最大的孝心了 若是能够做到等等等以上 这就是最大的孝敬父母亲的心 这就是最大的孝敬父母亲的心